好,剛才我們計算完這個Gross Profit,即是毛利 我們今次一新再學上建基於Gross Profit這個毛利的時候 我們新應該就會講到這個Net Profit Net Profit中文就叫做純利 純利來說,在Gross Profit建基於上次要再加多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這個 其他的收入 第二個就要減去這個 Expenses 我們逐項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 Other Revenue來說,也給大家一些常見的例子 第一個就是Discounts Receive 就是這個Discounts Receive Discounts Receive 我們之前有看之前的影片說這個Double Entry 其實也有講過了 這個就是我們向這個Suppire買東西的時候 由於在Discounts Period裡面我們早都給錢 所以於是有一個折扣的優惠 所以我們說這個呢 這個呢 如果跟他有印象的話 這個其實是屬於一個 Cash Discount的一種 來的 好了 那麼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Interest Income Interest Income 通常就是我們舉個例子 譬如說把錢存在銀行 那你有一個 Bank 你有一個Bank Deposit的 那可能你就會有一個Interest 是會給你 那這個是Interest Income 那好了 那我第三個了 第三個呢 就會輪到去 Commission Income Commission呢 中文叫做佣金 OK 那佣金呢 那佣金呢 就是一個 呃 你幫人做一個Agent 中介 那目的一些收入來的 譬如說 可能你 我介紹某些人 做一些生意 或者你要介紹費 那樣 那 諸如此類 那就是一個佣金 那就是Rental Income 就是一個租金的收入 那如果你香港很有錢的 你又有 很多舖啊 或者很多屋啊 那你可以租出來給別人 就是一個租金收入 那 那你說這裏呢 那麼多項 呃 有四項呢 都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一些 Other Revenue來的 好了 那到這個 嗯 Expense 其實Expense是說呢 我們說會將它 嗯 拆開三款去看的 那這個第一類 那當然啦 其實你就不需要 呃 在寫的時候呢 就 不需要分開幾條 一次過寫完 一邊列下去就可以了 那第一個呢 就是Administrative Expense 那這個就是說行政費用 AdminiSdrative 那行政費 那行政費 那行政費包了些什麼呢 行政費用呢 那就可能是 看一下啦 比如說 可能Rent and Raise Rent就是租金 就是給的租金 Rent就是猜響 那就是給政府的 那就是和租地方有關的啦 Rage and salary 就是人工啦 OK Rage就是解日薪那樣的 OK Salary就是月薪 那都是出給員工的啦 OK 記得很多時候 學生呢 都有個錯覺就是 喂 這個是給誰 這個是出給員工的 OK 就是employee 你的身份是什麼 老闆 那所以 這個都是你其中一個的Expense 那又或者 Electricity and water 水電啦 OK 水電煤啊 等等那些 都是關事啦 Insurance Insurance 是什麼 同學有些都不知道 那這個中文叫做保險 OK 那我們說做生意 可以買很多種不同的保險 舉個例子 可能是 你財物保險啦 那就是說 譬如可能你 那個地方發生火警 或者有水浸 那些東西都浸爛了 那於是 或者我們有些 叫做 嗯 Property insurance 就籌備保險啦 那或者可能你是生意受到阻礙的 那開不了舖 做生意 那可能都要 都可能有個機會呢 會賠償回那段時間的一些損失給你的 那這個Insurance 那我們要交呢 就交保費 那保費的 啦 了 我們那都可以交右 late 那到二項了 那第二項呢 它是 tuvo費用的 什麽啊 到了第二項 Distribution Expense 就有什麼呢? 例如剛才說的一些 Commission Sales Commission 可能你說想你下期下登 Salesforce是幫你賣東西的 那就是佣金 第二 Carriage Hours Hours 都是運費來的 不過是 消貨的運費 就是說你買貨是 要運出去的 於是你就要給運費了 但是有一點要留意的就是 運費在Gross Profit來講 你會有Carriage Inverse 但是 今次這個Case 其實你看看 是Carriage Hours 所以Hours才算是 Sales and Distribution Expense 那還有 剛才我們也有說過Discount 那看看 Discount Received Discount Received 都不難記的 Received 那個呢 就是屬於Revenue 但是如果你是說 Arrouted的話呢 就Expense 可以嗎? 那所以 自己要看清楚 那個字眼上 是怎樣寫 然後再做個判斷 當然是Revenue 還是Expense 好了 到最後那項了 最後那項呢 就是 Loan Interest And Overdraft Interest 那我們這些叫什麼呢? 一些Finance Cost 那 Finance Cost 就是借貸的成本 我們可以說 OK 借貸的成本包含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Loan Interest Loan 就是說 就是 什麼叫Loan Loan 就是 借貸 OK 這個明顯是借貸的利息 可以嗎? 可以嗎? Interest 利息 另外 Overdraft Overdraft 就是 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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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等於借貸的一種 都是需要給利息的 OK 可以嗎? 所以我們說這些 集完所有的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變成為 我們的Expenses 就計算了 Expenses 那我們就重複一次 Net Profit 怎樣的呢? Net Profit 等於 Growth Offit 加 Bard Revenue 再說Expenses 那就等於Net Profit 等於Net Profit 等於Net FM HC HC HC